有一个朋友 他是读国语史小 和平西路那边 那转角是不是就建宗 那他说他放学的时候 他就看到那些建宗的大哥哥 他觉得很优秀 我那个朋友现在是一个 很棒的律师 然后他就抬头看看人家 抓着书包羡慕的眼神 大哥哥就摸摸他的头 说弟弟乖你好好读书 以后你可以读建宗 那他就很认真的读书读书读书 后来他果然考到建宗 然后当他成为建宗学生的时候 他走出去校门看到 也有一个国语实小的一个小弟弟 背着书包看着他 他就想起当年他那种 大哥哥给他的鼓励 他就也跑去摸那个小弟弟的头 就手还没摸到头 小弟弟就往后跳开 圈圈你的叉叉 你干嘛要摸我的头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喜欢被摸头 肢体动作这种东西很主观 你一只手伸出去 你可以选择抱一下 或摟一下 但是你选择把它推开 后面有人要照相是 确实是这样 可是大家也都听到 他已经在跟你呛了 你还做这种事情 难道你不知道这种事情 会被做成新闻吗 这是重点 对不对 至少你要知道这种事情 会被做成新闻 也有很多人 就天天恨不得给你见缝插针的 你还做这种烙人画饼的事情干嘛 所以说 就是说我真的不觉得说 政治人物那种水手很多 蓝绿的政治人物都喜欢摸摸人家的头 搭搭肩膀拍一拍 还是如果对你不舒服的话 这是一体两面啊 有的节目也很亲切 背后拍也背也 有的人会那种很用力 真的啊 我那时候 你说苏贞昌吗 他不是拍背 苏贞昌是拍胸 是这样 那个很猛的 那位被他拍的人我也认识 在瑞芳 然后主要就是说 哎呀 政治人物他不应该说 用那种很随便装熟的那种 装熟 装熟的那种动作 那 然后遇到你不喜欢的言论 或是你不想听的声音 你就又急着要把人家推开 或是撇开 其实不太对 因为韩国瑜他能够有人气 其实某一方面是靠着他 亲切啊 庶民嘛 庶民啊 对啊 就是以前你看他去逛六合夜市 或是什么岗山夜市 对不对 那种感觉就是 我真的是你的兄弟 的那种开口